中国驻澳外交官质问澳大利亚 你们打算攻击谁 《卫报》澳大利亚版19日刊发 对中国驻澳大利亚临时代办王熙宁的专访 王熙宁表示 澳大利亚曾被看作国际机构和国际体系的追随者 支持者 被视为二战后的和平爱好者 但澳大利亚与美英缔结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要建造至少8艘核动力潜艇 人们都知道 核动力潜艇就是用来针对远距离的目标 发动远程攻击 王熙宁在采访中表示 自从两国建交以来 中国对澳政策从未发生改变 但过去几年 澳方对于中国政治 经济 贸易和技术进步等方面的观察 都相当片面 甚至出现恶意解读 更为糟糕的是 大约从五年前开始 澳方所采取的消极举动 其轨迹与美国前政府对华发起的攻击是一致的 无论是议题还是时机方面都与美国保持一致 王熙宁表示 澳方并未就这些问题与中方开展应有的讨论 也没有作为合作伙伴应该进行的谈判 部分澳政客近期频繁炒作 他还可能发生冲突话题 尤其是澳房常答顿 王熙宁表示 政客有义务遵循政府制定的政策 也应该尽最大努力 让对华关系走向更光明的未来 而不是做任何会导致两国关系更加恶化的事情 澳大利亚没有核技术能力 无法保证不会出现问题 不会发生事故 中国外交官暗示 不会解冻中澳部长级会谈 路透社19日称 中澳关系恶化后 中方冻结了与澳方的部长级沟通 澳方即将公布情报机构 对中国企业租借奥达尔文港的审查结果 媒体预测澳联邦政府 可能将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否决该合同